让他坚持 最后小霞在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当中 在刘诗文丁林相继失定的情况下 他获得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的单打冠军 也争取到了这个女子单打的参赛资格 完全靠实力 小霞打得非常的聪明 一点错误都没法 把这个球啊节奏放慢 拉得转拉得低 这个球是科里最难对付的 因为现在是旋转的时代 是胡圈球的时代 之前呢也和李小霞的教练李隼之导 在交流 我说现在小霞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